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創新科技嘉年華2022的網上講座 我是今天的MC Eva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可以請到香港工程師學會 核子分佈代表的馮曼達先生 Mr.Richard Fung為我們分享 而他分享的題目是核電當前的展望 在我們的講座開始之前 我們都會在Zoom和YouTube同步直播 如果大家在提及分享時 有任何問題想問 都可以利用文字的方式發給我們 如果在看Zoom的朋友 就可以用checkbox的功能 在問與答聊天室發問題給我們 如果大家在看YouTube的話 都可以利用即時通訊留言給我們 如果在我們的講座 最後五至十分鐘我們時間充滿的話 都會有現場的Q&A的問答環節給大家 相信大家都很想快點知道 今天我們講解的內容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有請Richard為我們分享 謝謝 各位早晨 我叫Richard Fung 今天介紹的題目就是 核電當前的展望 我會先看看能源的選擇 今天有甚麼能源給我們選擇 核能和它的安全 世界上的核能的展望 和香港的選擇 開始講說 簡單來說 核能核電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 在原子核裡面拿出來的能量 叫做核能 那這些能力化電呢 叫做核電 那核能化電呢 就是小世紀五六年 就是開始需要化的了 今天就是核電 提供世界上百分之九的電力 和基本上呢 核電是沒有這個 而有化碳的排放的 那在能源的選擇上面 主要來說 今天我們用的能源呢 都是以碳基礎為主 那煤呢 煤呢 煤佔了大約是四分之一 主要用來是發電的 石油大約三分之一 主要用來是運輸的 天然氣四分之一 用來是發電、發熱 那其他那幾隻呢 就是核能、水電 其他三分之一裡面的 風電和太陽能 是直接用來發電用的 那一般來說 我們選某個能源 那會想什麼呢 一般大家會說 供應有多可靠 可以用得多久 我要給多少錢 對環境向上多少 和社會對它 仍然認為它是OK的 那樣 那時候就集了些什麼 那在能源供應上面呢 我們一般就會說 骨、煤、石油、天然氣、核能 一般來說 我們要給電給我們呢 通常它都可以即時給到我們的 那於是我們會說 我靠性是多的啦 水電就會受 比如是雨季、暗季影響 差一點點 風能、太陽能呢 如果我們要長期風能、 供應、太陽能供應不斷的話呢 你知道大家有時是知道 有時沒有風 有時沒有太陽 那於是我們要儲起來 等沒有太陽 沒有風的時候 可以用它 又或者我們可以用一些 輔助發電設備 幫忙都是可以的 那能源供應有多久呢 我們一般就會說 我們用一個叫做探明船量 就是說我們知道地球上面 有多少能源 隨意我們每年用多少 就知道我們這些東西 可以用多少年 我們今天理解說 煤可以用到百多年 石油仙人氣大約五十年 有一個叫做煤的東西 煤可以用來發電用的 那今天來講呢 我們只用煤的大約是百分之一左右 即使是這樣 都可以支撐到接隔一百年 那不用說了 最新能源 供應基本上是無限期的 廢用方面呢 我們香港的經驗就是說 煤的價錢比較穩定的 天然氣的價錢呢 那個電價呢 就因為它那個電價 很大部分就是 那個天然氣的來窄 如果天然氣的價錢高呢 那天然氣化電 那個電價就相比來高了 比如說過了幾年來講 在俄烏戰爭之前 都是波動多大的 那麼核電來說 核電來說 核材料的價錢 就佔電價的很小部分 於是呢 電價呢 就比較穩定了 那麼風電來說 基本上 大家都在調形著 在香港來說 但是我們知道呢 就是世界上來講呢 那個風電電價呢 是在下降的 那麼我們看那個能源呢 對那個環境影響 就會看 一個主要的因素就是 出現什麼樣子發炭呢 那麼我們會看的就是 那個需要是 發電的生命周期 出現多少樣子發炭 意思就是說 當然啦 你用那個燃料的時候 可以出現什麼發炭 但是我們會計算 它開採 運輸 還有建造那個發電設備的時候 那些活動 出多一點的燃氧發炭 那麼計算下來呢 我們就會見到 煤、油、天然氣 因為 主要因為它是發炭燃料 於是呢 出燃氧發炭是多的 那麼其他那些東西 藍色那些東西呢 出燃氧發炭 相對來說是小很多的 那另外 我們又說 這個能源對我們 有點安全 那麼我們就 一個可以比較的 差包數字 就說 不好意思說粗一點 就是花道電 死幾多人呢 那麼我們就會看 就說 好了 一個燃料 在它發展的時候的意外 還有開採 運輸的時候的意外 再加上 現在近來的我們 近來的五、七年左右 開始看完 那個燃料使用的時候 產生了空氣污染 影響我們健康 導致死亡 那麼這些數字呢 都計算來 那麼我們就會說 煤、 油、天然氣 這幾個呢 就 他們因為 他們在 使用期間 燃燒 產生微濾 微濾出來 去空氣 影響我們健康 於是呢 這三個東西 那個的 相比的 導致的死亡 會是高一些的 那麼 那麼核能來說 見到就是說 那個影響比較低 這個低的死亡率呢 就已經包括了 核事故那時候 直接的死亡 即時死亡 和事故之後 對健康影響可能的死亡 再加上 就是說 在核事故那時候 要疏散附近的居民 就是 在途中 影響他們健康 導致死亡的數字呢 都計算下來的 簡單地說 能源來說 沒有一個是多謂十全十美的 那麼我們用哪個呢 就要我們做一個選擇 那麼我們講一些核能 講一些多一些核能的 基本的東西 那就是 什麼叫原子呢 就是 就是說 在很久很久之前 希臘人的想法就是 你拿一塊東西 把它撕 撕 撕到最後 剩下的那些 再撕那些 那些東西 就叫做原子的 那麼 從上世紀來講 我們的看法就是 原子 由很小的粒屎組成的 在原子裡面 中間就有原子核 那個原子核呢 有那些靜電荷的質子 沒有電荷的宗子 就形成這個核心 那麼又有一些 副電荷的原子 很小粒的 唯有核心的旋轉 那這個就是原子了 那麼我們世界上 看到不同的物質呢 比如說氫氣 裡面氫氣的核心 有一粒的質子 氧氣 氧氣的核心 發粒的質子 那麼我們可以把氫氧 這兩個物質呢 加起來 變成所謂水 那麼世界上 就最重 常見的物質呢 就是這個 有了 我們通常提過 是核流 試用發電用的 那麼我先生就提過 就說 物質和突然量 可以互相轉變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少量的物質 不見了的話 可以變成很大的能量 因為 雖然物質是少量 都好 將它乘以光速 再乘以光速 之後呢 因為光速 在秒鐘 是三十萬公里 那於是 小量物質 不見了 就可以產生很大的能量 應用在核能方面呢 我們會說 將一粒的原子 打開它 變成兩粒小一點的 如果物質是少了的話呢 那就更加量釋放了 過程呢 一般大家就叫做核烈變了 那是否什麼東西都容易讓我們做核烈變呢 不好意思 就不是的 其實來說 可以讓我們人類用的 這個呢 基本上是有二三五的東西 有 是這個 剛才說的那個金屬 二三五呢 就是這個金屬的原子裡面 有二百三十五粒的粒子 其中九十二粒是這個質子 一四三就是中子 那這個有二三五的材料呢 就是我們是容易令它裂開分裂 給能量給我們的 那當然 也都有其他兩個的物質 有二三三 二三九都可以容易拼開它 給能量給我們 不過 有二三三在大戰裡面很稀少 有二三九就不好意思 大戰沒有給我們人做的 大戰另外給我們兩隻 我們可以用的呢 就是這個 土二三二 有二三八 它們容易可以裂變 不容易裂變 如果用它們的話 要將土二三二 變成這個是 有二三三 將有二三八 變成土二三九 才可以容易用 大戰比我們這個有二三五呢 就在裡面 只有0.7%是有有二三五來的 其餘那些有二三八 就是說 大戰比我們這些有 我們只可以用其中一個小部分 劃雖如此 我們拍電影的過程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中指 撞這個是有二三五 有二三五 就是變成一個不穩定的有元素 它裂開變成兩個不穩定的物質 同時釋放中指、輻射這樣 我們用一個中指 拿過去 再駁個有二三五的話 就可以繼續維持這個忽裂 這個一連算的忽裂 也所謂叫做鏈色反證 每次鏈色反證 會給我們兩億個電子福特 兩億是很大數字 不過電子福特在很小的單位 兩億電子福特加起來 就不足以幫一隻蚊勾群 這個是有科教的問題 給我一個比例的 那要十幾億錢這些核裡面 才可以給到一千瓦時的電量 那要一般的發電站來講 三千瓦時的熱量 就可以變成一千瓦時的電力 一千瓦時的電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導電 那一般我們對核能關照就說 核能有核輻 核輻是有核輻的 那這些的輻輻來源 就來自剛才說 將核輻射駁開那兩顆的 不穩定的產品 這些東西方向性是長的 可以達到幾百年才去到 好像見不見了 甚至有些物質 它們很少量 會是去到幾千 甚至是接近一萬年 於是呢 我們對這些東西 就需要小心地儲起來 不讓它走出來影響到我們 不過 這些東西的量是小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個大型的核電站 運行一年 那出來這些產品 都是一個立方米 就從工程角度來講 要收紋這些立方米的東西 就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不過 我們是 要做的東西是要做的 越來越好 於是現在有人在想著 將那些核 那些最終產品 裡面的幾千年 接近萬年這隻東西 我們如果額外處理它 可以將貨物的世紀 縮捲到幾百年 那儲存幾百年 就一個更加輕易的工程上 一個安排 也同時來說 世界上那些工程的項目 就說 我們將用完那些核燃料 裡面這些複石產品裡面的 我們在地下掘個心孔 收起來 不讓它走出來影響環境 這樣就是 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對社會是很安全的情況 當然 有一般社會對核能的關注 主要就是這個 放射性產品 次前期長 這個問題 講了一堆關於輻射 什麼是輻射呢 講回核能 核變出來的能量 叫做電離輻射 它是強的 要適當的 保護我們 不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順便講一講 大家通常用的手機 那些輻射 就叫做非電離輻射 非電離輻射 非電離輻射 我們一般就知道 它對我們健康沒有影響的 那核輻射的形式就是 一些很微細的粒子 又或者一些電磁波 我們就看不到 摸不到 聽不到 聞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輕易地用這個儀器 掌握得到 如果我們發現了輻射存在 我們為了安全 可以保持我們同輻射內容的距離 又或者減低在輻射照射的時間 兩個都做不到的話 可以在我們同輻射內容之間 加個屏障擋住 就不讓輻射影響到我們了 不過 講說輻射好像很威脅性 但是在大戰裡 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空氣 微粒 微粒 有輻射 地面有岩石 香港多花光岩 花光岩會釋放冬氣 有輻射 我們的飲食 蔬果 肉類 有咖啡 飲品 有輻射 有輻射 外太空有藥射線 來照射我們 給輻射給我們 我們要做醫療 比如說要治療癌症 或者治療健康檢查 都會有輻射的 一般來說 自然的輻射 佔了我們吸收的85% 醫療的85% 左右 健康影響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找一次的X光 會是點零二個輻射單位的輻射 很希望技術名稱 大家可以放在哪裏 乘飛機去倫敦 轉個圈 一日時間 檢一個單位的輻射 你和我在香港 走不掉的 每年三個單位 在幫我們做X光檢查 那些人員 又或者是練習工作的員工 每年二十個單位 不過 在每年一百個單位之下 都見不到 對我們的健康有什麼影響 那扯了一點點 在伊朗 一個旅遊勝利 它地下有些礦泉水 帶了伏食物質 走上地面 於是 那些人最高可以拿到 每年二百六十個單位伏食 不過 當地的人 健康 也見到什麼特別的變化 雖然是這樣 如果短期內 一千個單位伏食 那就有健康影響了 未來出現癌症 機會會是多了 如果再說 短期內 一萬個單位 那就沒有意思了 那就真的要 怎麼說呢 致命的了 說實際上 說實際上 有百分之七十的發電機 就是用一個叫做壓水式反應堆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裡面呢 我們就會將這些 剛才那些有二三五和其他有的元素 打了一塊叫做反應堆 放在這個反應堆 放在這個 密封了容器中間裡面的一個位置的 就加了壓力的水 水 就將這些熱力 拿過去隔離那個的 密封的容器那裡 裡面的壓力是比較低的 於是水會滾 沸騰變成蒸氣 蒸氣去右邊 推那個氣氧機轉 氣氧機轉發電機 發電機發電給我們用 那麼安全方面怎麼想呢 那就是說 那個反應堆 它會是 發熱 還有出輻射 運行的時候是這樣 即使停了之後都好 它都會出少量的熱和輻射的 於是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要控制著那個 反應 同時呢 將裡面那些的熱 拿走它 運行的時候當然是這樣 在停了 停了之後呢 都要是這樣做的 令到裡面溫度不要過高 裡面有輻射嘛 於是呢 就是 要將 在那個 這個反應堆呢 收藏在一個 密封了的容器裡面 不讓物質走出來 在外面呢 再加多一個 用厚的 鋼筋運營圖做的結構 再加多一個阻擋了 即是說 我們用多個平章 不讓覆盛出來 多個冷卻系統 令到保持 保障 那個反應堆的冷卻 那 在那個安全的目標上面呢 有兩個所謂的千分之一 是我們今天就能夠做到的 意思就是說 限制在住核電郵居民的風險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核事故 令到他們即時死亡的風險呢 就低過他們其他的事故 令他們死亡的風險的總和 的千分之一 第二個千分之一呢 就說 要核電站產生致癌死亡的風險呢 就低過他們那群居民 所有致癌死亡風險的總和 加上的千分之一 我們做到這兩個千分之一的 世界上的展望是怎樣呢 在這個 我們差了一點點 我們就在公約革命開始的時候 就大量把二氧化碳排去大氣那裡 那那個二氧化碳在大氣的濃度 就由當時的0.028個百分比 去到今天的0.42個百分比 那一般科學的意見就說 這個大氣的二氧化碳上升呢 就是導致我們地球上面 那個的溫度 大氣溫度的上升 升了1.1度攝氏 也都我們見到更加多的極端氣氛氣變化了 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今年6月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溫度去到43度攝氏 我們見到南北兩極冰層開始溶化 這裡是小的 我們見到今年的一些的海災 這裡不是草原 這裡就是今年8月份的時候 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波陽湖 我們見到有些地方下雨很多 巴基斯坦今年6月開始下雨 下的雨是過往記錄的每年的幾倍 有大約是十分之一的地方水浸了 影響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還有三千三百萬人的問題 現在仍然是未解決的 一般科學意見就說 這些東西都是跟大氣裡面 讓化碳增加多了就有關係的 好了 既然是這樣 我們要做些事情 於是大家就國際上認為說 我們要將大氣的升溫 令它不要超過工業革命的時候的溫度 亮度 還有最好不要多過1.5度 這個都是一個頗挑戰的要求 因為現在我們排放月亮的化碳速度 我們出來的月亮的化碳 去到2030年加起來 就足以令到大氣升溫1.5度 如果我們繼續什麼都不做 繼續排放 那麼速度的要求發碳呢 那麼出來的要求發碳呢 到2040年呢 就足以令到大氣升溫2度攝氏的 當然我們應該是要做事的 那麼我們會是將那個減碳 有些地方比如說在能源組別方面 我們的發電就佔了能源組別的排放四成 同時其他我們都是運輸、生產、製造 都是用發碳排放的 那麼一般大家的想法就是 我們是將那個是運輸、製造 令到它是零碳 又有更多的電 那麼同時來說 我們發電用多些 用一些零碳排放的東西 那麼就可以是 將這個能源組別的碳排放 是降低到它 盡量是零碳的 那麼國際能源處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們這樣做呢 我們去到2050年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是 將那個是用電 增加到現在的2.5倍的 在這方面 因為我們用國際智能的能源 於是呢 風和太陽是我們的顯外的東西 那麼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將它的使用量 分別增加到11倍、20倍 那麼核能都要是雙倍的 那麼哪些地方要減呢 那麼看回發展的國家 發展了的國家 當然啦 大家就會做這個是 節能增加效率 用多些的作生能源 那麼同時呢 發展了的國家呢 它們的經濟增加了慢 要求那個用電 相比沒有那麼高 那麼於是呢 這個情景就期望他們 在這個用核電方面呢 基本上保持那個發電的容量 就足夠了 那麼相比之下 發展的地方 包括中國呢 因為經濟增加快了 那麼於是就期望他們那個的核電呢 就是要比較明顯的增長了 那麼在哪些地方 就要它那個的 是增長了多少呢 那意思是說呢 要是在22年 今天來講 那個核電容量 390級瓦 增加到50年來的 780級瓦的 做法就是說 第一 補救現在的核電站 盡量用久一點 還有及時起多些新的核電站 在今天這個運行中的390級瓦裡面呢 主要分布就是在亞洲 歐洲和北美 每個大約佔了是三分之一 那麼另外呢 亞洲來講呢 另外呢 有63級瓦呢 主要是集中在亞洲那裡的 那麼運行中的那390級瓦呢 其中有250級瓦呢 那個壽命呢 就是大概在這個10年之內 就要是達到的了 那麼呢 由於想法就是說 我們怎樣將這個250級瓦的 核電的容量 在它的設計壽命40年那裡 將它延長多20年 如果可以的話 再延長多20年 那就可以給多時間 我們建了新的核電站 那就是 另外就是說 我們延長核電站的壽命 怎樣做呢 那原則的看法就是 核電站運行 設備會是老化的 那個核電站 反應堆運行的時候 它是會 我們是不斷地來 在那裡拿些能量出來 發電啦 每隔12個18個月呢 就要停下來 換燃料做維修的 那於是 那於是 那樣的做法呢 增加負荷 降低負荷 增加負荷 那樣的循環呢 會是一個老化的機制 那同時呢 裡面的溫度是高 那些材料呢 會是受到影響 會是 會是 拉長一點的 裡面有化學物質 那些水有化學物質 會是產生腐蝕 機器旋轉 會有磨損 那另外 反應堆裡面 會釋放宗子 終於撞到附近的一些結構 會是 令到那些材料的特色會變化 那這就是 可以令到核人老化的 服役模式 不過 我們運行核人的時候呢 可以細心地監測這些變化 做適當的分析 那樣就知道 它們老化得多快 那樣就知道 可以在原本設計的40年那裏呢 將它延長多幾多電了 當然 另外的要求就是 我們要加多些新興的核電站 那我們可以選擇的 今天來講 有一些已經運行著的 大型的技術 我們是熟悉的 這些核電站 另一個方面呢 就是 世界上也都有很多人呢 就設計著一些小的核電站 開發著 那我們可以說 一方面 我們多建一些大核電站 同時建一些小的核電站 都可以 如果喜歡建大的 可以建小一點 需要建小的 建多一些 一樣可以達到我們這個 是 去到2050年 780個吉瓦用糧的目標的 說回大核電站 說回大核電站 其實開始的時候 在上世紀 50年代 那些基組都是小的 不過就是經過時間 那些核電站 就逐漸設計 標準化 增加安全水平 同時擴大容量 那就得到我們今天那些 大的核電站 那麽 那麽 如果是這些電站 來講 見到就是 有冷卻水 來幫那個反應堆 提供冷卻 那麽 那麽我們是 要保障這個冷卻的話 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可以 找些泵 就把外面的水 泵進去 提供冷卻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泵 可靠的程度不夠 可以多加一隻 再認為不夠 再加到第三隻 那麽就令到那個安全水平 達到我們那個 心中的要求為止 又或者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 比較新的技術 一個新的方法 所謂就是 非能動技術 意思就是說 反應堆 它和它的冷卻系統在這裏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 密封的金屬的容器裏面 容器裏面 是空氣 大家知道 空氣遇到的熱 會是膨脹上升 遇到的冷 會是收縮 沉降 那這次呢 就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自然循環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自然循環 把發動的熱 拿出來 去到金屬容器的 去到牆壁那裏 而通過牆壁 出去外面的空氣 通過另一個自然循環 把熱 拿走 就可以給到一個冷卻了 就是說 基本上不用做事 都可以冷卻到反應堆的 那今天我們可以走到哪一步呢 因為今天的電腦就是 那個能力高過以前那些很多 所以今天來講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以前做不到的 技術的科技的分析 第二條腦 就說 我們用一些細型的反應堆 那做法就會說 在電腦裏面 將會弱乾過這些細型的獨立的叫做模組 反應堆跟它的冷卻系統在那裏 出蒸氣 給氣冷機 推發電機 發電給我們 那在這個設計裏面呢 反應堆那些熱 會是通過自然循環 給它們的冷卻系統 和這個反應堆 放在同一個密封的容器裏面的 那即使沒有了電力來推動這個系統的設備都好 那自然循環呢 就可以把反應堆的熱 拿到外面的水 拿到外面的外界那裏 那從外界的水池那裏呢 提供冷卻 這個方法可以維持到一個月的冷卻的 一個月之後 反應堆的熱 擴低了很多 於是呢 就可以把熱拿出去 就靠那個空氣冷卻 就是足夠維持 是無限期的保障的 國際燈原署 對中國的核電的增長的規模 頗有期望啊 那中國的核電行業是怎樣的呢 那核電行業就在1960年代開始的 那個活動呢 就包括那個 開採啦 提煉啦 恆能發電啦 用完的核燃料怎麼處理啦 是廢料怎麼收起來啦 那行業呢 有大概是20萬人的專業隊伍 他們做研究 設計 製造 和建立的運行 那他們的做法呢 都跟國際的關係接軌 和今天來講呢 成熟到今天這個程度呢 都開始是擴大 將這個核技術出口去海外的 那中國這些的行業 怎樣是被人受加倍的呢 那就是因為 那中國呢 就是國際儀然展覽機構的成員國 遵守它那個機構的規矩 那同時呢 就那個是 那國際儀然展覽機構呢 都是有些建議 包括架構 管制架構 法規等等 那中國就基本上採用這些架構 和發規的 那就是交由 那就是國家的博物園給生態環境部 有它自己的福氣夾車系統 那來監測核電站的運行 能夠保證它能夠達到環保的要求 同時 環境部下面 有個國家核安全局 它有廚場代表 放在核電站那裡 就看著核電任何運作 確保它能夠滿足到執照和發規的要求 如果做得不好呢 那就上門問責 甚至是要它刪闖的 中國那個是核電站來講 今天主要是分布在沿海的省份 加上的數目呢 有54個發電機組 加上容量呢 就是有52個吉瓦 在建造的呢 有23個基組 加上有24吉瓦的總發電量 目標就是說呢 去到2025的時候呢 就是有70吉瓦發電的 那國際能源局 就說 在那個零碳排放的目標呢 期望中國在2050年呢 有260吉瓦呢 就是說呢 每年要加多10個 每年要加多8個吉瓦的發電力量 那要做這件事 那第一就是要有個知識 那中國在核能方面的科研等等呢 都是很全面的 有國家級的研究院 企業上面都有的 它自己的研究所 來加強核能方面的基本知識 還有有知識呢 可以是有多的知識產權了 今天來講 我們又會見到 中國在國際核期刊和會議上面呢 那些文章呢 就是越來越多了 那有個知識 下一步就是做設計了 在開始的時候 中國就是結合吸收海外的 成熟的反應隊的經驗 法國的 美國的 今天來講 就已經用能力 來發展自己最新的反應隊設計了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 將美國的最新設計 提升那個的容量 多40% 又去到中國那個自己的版本 叫國王一號 另外一個呢 就說 自己 做一個 完全自己的 先進的 新設計 叫做 華龍一號 那麼呢 那麼呢 也都同時呢 可以發展更加新鮮進的技術 還有 也都是在這個 小型模組 反應隊方面呢 都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裡面的 有了 有了 知識 有了設計 下一步就是生產 中國 今天來講 可以是生產大部分的核設備 就是圖下面左邊那個發展壓力容器 右邊那個經濟發生器 同時就中國就有 生產有自己的 核電用的 氣力發電機 核電用的 電子空氣設備 那麼這些產品呢 都是達到國際認證的水平的 今天 各個大型設備製造商 都是自己的發電能力 當然也都是同時 引入西方的技術 來將那個發展的部分 推到更快 那麼今天 中國的這個工業呢 就每年可以製造 是十套大型設備的了 一套大型設備 等於一個吉亞左右的容量 那就是說呢 可以達到國際能源樹 期望那個 每年八個吉亞的情景的 那在運行方面呢 電站運行方面呢 這個電站在一個發電 電站和員工的安全 可以拿出來比較的 48台的機組 不夠52台 因為其他那些機組 還是比較新 統計數字 未曾全面 那麼48台的機組呢 就可以是 其中有34台呢 那個表現呢 達到世界上 最初四分之一的 這是舊年數字 那麼 那就是說呢 世界上有 77個是機組 達到最初四分之一 中國在這裡呢 佔了大約是五成左右 那是一個不錯的比較來的 在去年 中國的核電站發電能力呢 就去到92% 意思就是說 在一百日之內呢 有92天呢 是全力發電的 其餘那八天呢 就做一些維修啊 換燃料啊 這樣的工作 那92%呢 就比較是風電 和是太陽能來講呢 同樣的數字 大約是三倍左右的 那核電站運行的時候 如果是出現這些異常的情況 不適合規矩等等 就要放進這個 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裡面 右邊這張的表 那就是 過往中國那些的核電站 這些事件呢 每個發電機組 每一年 基本上就不夠一個 是不錯的數字來的 同時呢 這些的所謂事件呢 都是在這個表上面的 零級、一級 就這麼多年運行 沒有達到二級或以上 那零級、一級呢 就對那個安全、健康和環境呢 都沒有影響在那裡的 我們說回來 我們自己 香港 香港在2017年 2021年 都發表過氣候行動藍圖 目標就是說 在這個 30年 出來的二氧化碳 減到去 05年的 七成 去到2050呢 基本上我們就不要 是有碳排放了 供電方面 就是 供電 的外氧化碳排放呢 佔了香港的總數的大概三分之二 目標就是說 在這個供電方面呢 我們是要是零碳排放的 今天 我們發電 煤佔了四分之一 天然氣 大約是一半 核能 大約是四分之一 那麼目標就是呢 我們要去到2050年的時候呢 要將再新能源 提高到15% 不避 天然氣 不要了 就通過地區合作呢 就會入口這個 乾脆的 補碳排放的能源 滿足我們 85%的 建立的需要的 我們 就其實 在1994年開始 就已經在深圳大亞灣的核電站 拿去的電 就供應香港的用電四分之一 這個安排就去到2034年 今天廣東 就有15個吉瓦的核電站在運行著 3個吉瓦在建造著 那麼大灣那裡呢 就是相同於兩個吉瓦的 那麼廣東現在 現在未來也都預期 去繼續建造多些的核電站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考慮在廣東 拿多些的核電來的話呢 我們有這個機會 給我們維持現在供應 或者是再增加多些的 那麼就講到這裏 有什麼想要我補充的 或者講清楚一點的 那麼請大家提出來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Richard為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呢 都接下來會進入Q&A的環節 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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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答問題 是嗎 是 沒錯 好的 就收到一個問題就問 就 如果核能發展是趨勢 那麼產生的核廢要怎麼處理呢 這樣 是的 其中一個是這個問題 是 那麼就 剛才都很簡單地提過 就核廢要分 如果要政治正確的話呢 中國就是把那個核廢 做完核燃料呢 是做過處理的 那裏面那些高放射性的大量呢 就拿出來 那些就叫做核廢料 那同時呢 運行其間 有些放射性沒有那麼高的東西呢 都是叫做核廢料的 於是呢 就要看那個核放射性多少強弱 而做不同處理的 那用於在那些燃料裏面 拿出來高放射性那些東西呢 現在全世界的想法就是說 將它們的玻璃固化了 接著就是收起來 在地下掘個洞 一公里深左右 放在那裡 本來是存在大概是幾千年 一萬年這樣 就是當然了 那個地方的要求是嚴格的 就是說人不穩定 地下水去不了啊 附近沒有人居住等等的東西 其實上來講呢 是做得到的 不過 就公眾對這件事接受程度呢 是頗低的 於是要做的是說 可以考慮另一個途徑就是說 將這些廢料 將它處理過 令到放射性的期間 由接近幾千一萬年 降到幾百年 這個這樣的技術呢 現在是在開發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分散有的地方 也都開始做個示範 將用法燃料放在地下 收起來 那就是說 現在我們人類呢 是在做事的 嗯 明白 是 然後另外 我見還有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 就是核電 是否可以能夠完全取得現有的 非碳排放方式呢 我會講的就是 以現在的核能來講 我們是使用的時間 大概有至近一百年 如果我們用了天然有 給我們其他那個是 99.3%的 就是有二三八 將它變成其他的元素 再用來的話 那你可以將那個 就是所謂的 接近一百年 乘以六十倍 不過 這個是以現在使用的速度 如果真的 某天我們講的 反應能的話 那就沒有這個 幾千年的使用期了 一般來說 會是講幾百年 是 不過 我們同時來說 都在發展現在是融化 在序變 那序變來說 給我們的能量是很好 還有那個原料是豐富的 那一般現在的看法 都是可以說用很久的 那當然了 我們真的要走這個路的話 就要取決大家的選擇了 其中一件事 社會接受是另一件事 更加重要的 好 我們繼續看我們 不同的問題 有觀眾問 就是 輕能發電 在香港當前的指望 可不可取呢? 我不是這方面的選擇 我不喜歡選擇這些字 輕能發電的話 首先就輕 輕不是有地下掘出來的 是要人做的 譬如是用 可以想像是 作生能源 在它不需要的源發電的時候 用那個能力來製造輕 或者喜歡的 用核能來製造輕 都可以來推動一些 譬如說 你不可以裝製造能源 或者核能在某個地方 譬如是交通工具 那些工具呢 可以考慮用輕能的 簡單來說 每個能源有自己的優點 就是善用它的優點 就是最好 是 另外 我們繼續看看我們的問題 好的 還有一個問題 是廢氣核電廠 是否可以在短期之內改變呢? 廢氣意思是 將它不使用 是否這個意思呢? 是 我想他們可能是說 如果沒有用到的核電廠 是否可以再改變 做其他工人 那麼 核電行業的要求就是 當核電廠真的不使用的時候 就要拆掉它 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就是有輻射的部分 大部分是沒有輻射的部分 沒有輻射的部分 沒有輻射的部分 就輕易容易拆掉它 那有輻射的部分呢 你要擺長一點時間 讓輻射降低了 那就是讓它做事 拆射那些工人呢 吸收的輻射資料 不要那麼高 那就可以做這個拆射的 那麼世界上來說 有些地方呢 就已經是將它當時 50年代起的那些 核電站呢 就拆了 那個地方呢 現在就看到是一個草地 或者是樹林來的 那麼在每個地方 對土地需要而決定 主要是歐美來說 地方很不珍貴 那麼你把那些核電站拆了 譬如草地 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些地方 對土地需求是恩賜一點的 那要有不同的想法了 明白 是 那我們就再看看 是的 或者還有一點時間 看看有沒有其他 我們觀眾的提問 是 另外呢 我們看到也有觀眾提問 核廢料處理了之後 可不可以再循環再用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如果是 什麼叫核廢料先 有一般來說 我要再問一個答案 扯遠一點 就是 在用完的核燃料那裡 有大概是95%可以再用的 就是說 可以將用完的核燃料提煉過 用完的其餘的95% 因為裡面有些是有二三五來的 可以即時再用 有些其他的材料都可以即時再用 大部分那些有二三八呢 就要再用另一種核技術來處理才能夠 就要用的了 這個是拆開了的答案 當然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去得很遠的話 在那些的核廢料裡面 例如高貨物質的那些廢料 就有些輻射材料 是稀有的 可以釋放能量的 可以拿來做特殊用材 例如人造衛星 它們需要很長時間很微量的能量 可以用在各方面的 當然核廢 講清楚的話 核廢裡面 不同種類的物質的元素是很多 裡面拿出我想要的那種東西呢 但是效益未必是這麼大 於是我們就寧願收起來 不再拿出來用 明白 是 好 那我們呢 或者我們今天的Q&A節目 都暫時來到這裡 再一次多謝Richard為我們今天 帶來非常豐富的一個分享 謝謝Richard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那麼多位在現場的觀眾 都可以留一留步 因為我們都想邀請大家 為我們今次的網上講座 留下我們寶貴的意見 所以大家也可以 數一數螢幕上面的Q&A 如果Richard方便的話 都可以先行離開我們的會議室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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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剩下的那麼多位 是我們那麼多位的觀眾 我們聽完我們的分享之後 都可以數一數Q&A 留下大家的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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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